嗨大家好,小一隻 這一集開箱的是這個DiveTips這一季 2021春夏巴的後背包 好,那這一隻到的是綠色 均綠色 那一樣是用夾鏈帶去做包裝 那夾鏈帶跟衣服不一樣是它做橫的夾鏈帶 好,橫的,然後就拿出來 那材質的部分是用尼龍做的 就可以從表面看出來就是有點 光澤感比較強烈一點 那質感就蠻好的 好,那還有一個優點是 我覺得輕量化也是一個優點 蠻輕的 好,那在包包色部分的話 再拍一些細節給你們看 像在左下角這邊有一個這個白標 好,然後就是這樣子 搭上是這樣子 好,然後 一點鏡帶給你們看 主要設計是素素的 好,那再來看一下裡面 裡面的部分的話 拉鍊頭有做延伸 好,這也是方便你開關用的 空間的話 比較偏向那種one day 就是一天 一天簡便的旅行可以使用 或是書包啦 這種容量 容量其實不是很大 好,單層的 好,再來看到內層 內層的話是雙向的 雙向的這個拉鍊 好 好 拉鍊算蠻好開的 好,打開來 那內部的話 這邊有一個 是筆電的隔層 好 好,在正上方 正中間這邊有 Dowtips的布章 logo 好,那在背部的部分 這個整片的地方 整個背部都有這一層軟墊在裡面 就增加你背起來的舒適度 那也增加裡面 裡面這一層的緩衝的效果 好 好 再看後面 這邊看過了 好 然後再稍等我一下 我背起來 實背給你們看 我也不知道今天穿這樣適不適合 OK 稍等我一下 好 那,欸 背帶的部分啊 是可以調尺寸的 這邊是可以調尺寸的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是可以調尺寸的 就拉這邊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簡單速速的設計啦 這樣子 好 欸,轉這邊好了 可以嗎 好 OK 好 大概就這樣 好 那如果你對商品有需求 或者是有其他的疑問 都歡迎再來去聯繫 拜拜